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這我要學誰嗎 我要學我 歡迎 好啦 我們今天要再次延續我們的主題 我們這集叫做 然後呢 我們一樣是Google評論的反指標 那我們今天總共會找出三家出來 我們來到信義區 然後找了兩家 第一家是飲料店 它幾顆星 1.3顆星 然後第二家是拉麵店 它是2.0顆星 然後第三家是松山區 然後是 也是麵店 它是1.8顆星 然後我們就會吃 看它是不是真的符合下面的評論這樣 是不是真的那麼難吃 還是可能就是他們看不順眼 然後我們會依照這些 然後看可不可以給他們一個公道 我們是會給公道的評論 OK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相反日吧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要去那個飲料店 一樣打開Google 然後打Brrr茶行 按照慣例不能跟你們講全名 不然這樣太壞了啦 看到評分竟然是1.4 叫外送來的 只能說這杯飲料浪費了水 飲料難喝 服務態度超 紅茶跟沒後學同學 服務態度的茶 飲料難喝 珍珠難吃 在台灣能喝到這麼難喝的珍奶 也算是不容易了 大雷 現在要問你第一個問題 服務態度怎麼樣 我覺得他超有禮貌 剩下的 謝謝 他這樣謝謝 好啦 其實每個人不一定啦 所以這個不能做評論 但我 題外話就是 態度有點偏好 就是比一般我全馬眼睛還好 真的假的 真的 不誇張 你買什麼 珍珠奶茶 去冰半堂 那我們再來喝看看吧 小心車子 哇 好生事喔 我來試喝 你那個腳不要腳要大聲喔 後面吧 後面吧 我覺得有一點很驚豔的是 他的珍珠超級軟 超Q 真是好吃的 超好吃的 你們兩個可以吃吃看 然後奶茶的話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 可是也沒有到很難喝 我覺得很好喝喔 可是我覺得他 對 珍珠太軟 我不喜歡太軟 我不喜歡太軟 這是個人品味啊 怎麼樣 不錯吧 可是你不是喜歡硬的嗎 可是我覺得他奶茶有點太狗了耶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太濃了 這邊就是個人品味啊 所以我們要客觀一點獎 好喝 重新五顆星我們要補貨 我覺得給4 4.5 4 我以為他多4啊 這怎麼可能1.3 1.8 我覺得他們的亂品 反正不是飲料本質的問題啊 我覺得他真的還是很好喝 那就下一家吧 OK GO 拉麵在成名的B1 B1 B2的美食街 微風信義喔 不是 成名 我還剛講 我還剛講 對 走不到是嗎 沒看到 哈哈哈哈 就現在 我剛繞了一圈 然後發現沒有找到 原本要吃人家拉麵 所以 可能是 XXX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一家切仔麵 他的評分是1.8 接著我們來到了松山區 找到了一家評分1.8的切仔麵 讓我們去一探究竟吧 東西超難吃的 沙漏師都不行 真的難到爆 一上來就有頭髮在上面 這家店老闆娘的態度激烂 尤其老闆娘的從八婆的態度 更是差到極度爛 不僅跪到天涯海角 而且難吃到我會吐了 那我們就走吧 吃吃看 剛好肚子很餓 看看如果可以 整些人 都不吃飯 呵呵呵 不要跨過來了 不要跨過來了 小狗 不要 就吃燒肉了吧 好 還是這樣囉 那他就挑戰了 直接挑戰他的燒肉 可是他在菜單上沒看到 應該是飲藏飯吧 飲藏飯 飲藏飯 飲藏飯也美食 好 我剛剛直接傻眼 怎樣? 它紅燒肉 它五片而已 然後都大概那麼小 你剛剛買多少?全部 總共130啊 我才滅一個肉爪130 然後就阿姨說紅燒一百塊謝謝 我們等一下吃吃看有沒有一百塊的價值 我們可以走 好我們現在來吃這個紅燒肉 剛剛看那個阿姨是把那個紅燒肉 然後把它放到微波裡面加熱 所以它看起來濕濕的 有沒有 這是為什麼評論上面會說 對它都濕濕的 對 你知道一個盆普通的肉 然後蠻油的 反而有一點酸酸的 酸酸的 一點點 WAT THE F**K 一個五味雜燒的感覺 不知道該怎麼行 就是好像真的有一點酸味 然後 它肉有點太老了 就不是真的紅燒出來了 太新鮮的感覺 不是真的紅燒出來了 它完全沒有紅燒的味道 不是那種炸鍋酥絲的耶 它不是酥脆脆的 那就先到這邊 下一個產品 這應該是它的招牌差了吧 這應該不會太殘吧 我覺得比起這個還行 其實其實其實 因為可能這個有點太 太 太差 對 太差 所以相較之下 這個反而 欸我們不要 再弄這個好不好 我們以後拍好吃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拍點好吃的嗎 那你吃和牛嗎 我剛剛有台南人 非常的陽春 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是麵跟豆芽菜 不合 其實我剛剛原本想說我想吃 可是我完全不敢吃 這個麵其實蠻好吃的啦 我覺得不吵 不吵 但這個真的 哈哈 哇 好沒關係 那我們等下就講到時候 輸的把紅燒肉吃完 吃個狗 好不好 可以吧 欸我家狗早餐 不要鬧 還是堅持到的就可 好 先扭 欸 欸 什麼紅燒肉 救我嗎 好 因為這個紅燒肉 大家都不敢吃 那我們就直接 採取最暴力的方式 猜拳 輸得吃一塊 好嘞 好嘞 尿臟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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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走 好嘞 好嘞 他一啊 你都不可以鬥 就是把你這樣吃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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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為了包擠 我直接兩塊全部吃 浩泉肚子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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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我肚子餓 來囉 他們早上上去 他快點 喔 幹嘛不說 喔 幹嘛不說 Solo 先 Solo 喔 天啊 辛苦你了 辛苦你 好 那最後證明了這家店果然是沒有辜負網友們給他評論 就是 完全是1.8顆鞋 但是麵還可以啦 還可以 就是不要點到地雷 這麵還可以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我們有點的東西都吃完 因為不能浪費食物 然後這是浩全的午餐就讓他繼續吃完吧 好 我們就下一家吧 下一家 Let's go 好的 大家好 由於剛剛那家拉麵沒開 所以 我們現在來到了松山區的一個夜市 嗨 最後 我們來到了松山區某知名夜市 找到了一家評分2.4的臭豆腐 究竟他有沒有像網友說的一樣一點都不臭呢 一顆心都不止 第一次吃被廁底下的 臭豆腐臭千萬別啦 太多不一樣 但是剛進去的臭豆腐吃完後相當後悔 尤其麻辣臭豆腐完全沒有入味 不知道是在米食營幾點的永生難忘 好 我們現在要去買 然後試試看 很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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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我要弄烤了 喂 怎麼那麼低啊 等一下 好 來 我打給你吃 我打一直跟著我 欸 湯很好喝 湯真的很好喝 我吃看它的鴨型 鴨型很好吃 我去看金針菇 欸 桌上也有 好好吃啊 欸 我要菜 好吃啊 它整個吸滿它的湯汁耶 我也覺得超滿的 我覺得超好吃 我覺得超好吃 不要有聲音 不要有聲音 嘴巴閉起來 會不會玩好不好 欸 認真不錯 但是 那我覺得它如果再臭一點就幹嘛 喔對 就少了一個 臭豆腐的臭味 如果再臭一點其實 搭配它湯汁什麼 整體來說就滿好吃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來總結一下 第一家珍珠奶茶 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然後第二家切仔麵 其實真的不行 我覺得今天只有它符合那個 差評的標準 然後第三家拉麵沒有開 然後第四家的臭豆腐 我也覺得很好吃 只是不夠辣而已 對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相反日 我們一樣會為你們帶來 最公正的評斷 那假如說你們家附近 也有什麼很難吃的東西啊 啊 Google評分很差的東西啊 歡迎推薦給我們 我們會 洗好味 去那邊 幫你們 評斷 那假如說你喜歡我們的話 就歡迎訂閱我們 如果你不喜歡我們的話 也要訂閱我們 我們現在要考紮博 我們的機車廳哪邊 為什麼要考 因為他是路吃 這邊頭轉 在哪裡啊 這邊嗎 沒有 去看一下 那裡 沒有沒有 去看一下 那裡那裡 欸我找到 那裡 沒有他去找 那裡 那裡 他 那裡 一 進 那裡